香港消委会表示过去18个月 香港有10间提供分娩服务的私家医院当中 有9间提高了价格 涨幅高达4成多 提醒市民到香港生产在分娩的过程当中 一切服务都可能需要额外收费 消委会指出 今年首11个月收到了26宗有关私家医院分娩服务的投诉 较去年3宗增加8倍 主要投诉医院突然加价或收费项目不清洗 其中一宗个案分娩套餐列名4万5千元 但出院要收取7万元 原因是医生提早一小时为孕妇进行剖腹分娩 要临时使用其他手术室列为紧急分娩 要额外收费 另一宗个案 孕妇在临盆前一个月 院方才通知已加价 令她要多付数千元 经消委会调解之后 院方愿意收取救假 可能是消费者会觉得 这个套餐到底包些什么 不包些什么 我这些这样的情况突然间出现的时候 我接受个医生的建议 去早了一个钟头去否复分娩 那又会加我钱 那为什么不是预早讲定先 私家医院的收费的透明度 是有需要去提高的 保险医院加价最多 自然分娩加价48.9% 剖腹产子加45.4% 消委会又发现 去年5月至今年11月 有9间私家医院提高分娩套餐收费 自然分娩和剖腹分娩套餐 收费增幅超过4成 部分套餐内容也有改动 例如保险医院将产妇护理服务 和婴儿护理服务分开收费 全湾港安医院的剖腹分娩套餐 就由原先的5天4夜 改为4天3夜 消委会提醒 部分在分娩过程及 护理婴儿需要用到的服务 例如婴儿监察器 保温箱 奶泵机 照灯或丈夫进入产房等 都可能需要额外收费 澳大卫视和月秋汤景棠 梁伟雄香港报道 日毫